第一军情消息 在被加拿大方面无理关押超过1000天之后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终于获释 她乘坐从温哥华起飞的航班前往深圳 在发表演讲时孟晚舟表示 感谢祖国和祖国人民 这是她坚持到今天的最大支出 据相关报道 24号孟晚舟仪式迎来转折点 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女士达成起诉延后协议 加拿大被通知引渡要求撤回 加拿大法院马上就终止了引渡 保释条款也全部取消 孟晚舟女士被允许重获自由 在法庭之外 孟晚舟女士终于得以解除脚铐 在媒体面前公开发表演讲 感谢社会各界对她的关心支持 孟晚舟在她的演讲中说道 我想感谢我的祖国和祖国人民 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支柱 当天孟晚舟还以线上方式 出席了美国纽约布鲁克林 联邦法院庭审现场 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各种 所谓欺诈共谋的指控 孟晚舟女士全部否认 美国检方试图强调与孟晚舟签了协议 及孟晚舟按照美国的要求 美国将在2022年底对此案进行撤销 这一协议得到法官接受 孟晚舟得以获释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向加拿大司法部长发出通知文件 声称可以终止引渡程序 孟晚舟的律师表示 美国的诉讼本身充满傲慢与偏见 最终撤销是必然的 回顾过去将近1030天 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被非法拘留 加拿大司法机构 显然成为美国的政治工具 专家认为 这完全就是美国的政治操弄 因此主导辞世的 其实不是加拿大 而是美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此前已经证告加拿大 要求加方停止错误行为 释放孟晚舟女士回国 中国驻家大使也电话联系孟晚舟女士 对她表示慰问和支持 在第48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中方严厉谴责美加澳等国 肆意拘押人员的问题 显然美国也是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操弄 已经无法达到目的 所以只能寻求达成起诉延后协议 这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毕竟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 指控孟晚舟 孟晚舟女士也已经否认了 美国捏造出来的 关于欺诈共谋的罪名 而从加拿大之后 迅速停止引渡的事实来看 加拿大其实也就是扮演了 美国帮凶的决策 美国现在批准加拿大停止引渡 加拿大立马就行动了 也就是说加拿大巴不得赶紧跳下美国这艘贼船 不管怎样 孟晚舟女士终于重获了自由 她现在可以回到祖国 与家人一起度过美好时光 正如孟晚舟所言 她的背后有十岁多亿中国人民 有强大的祖国 美国对孟晚舟的荒诞指控 根本站不住脚 也下不到孟晚舟 更下不到中国 事实已经证明 美国的指控是政治操弄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孟晚舟女士重获自由 已经足够切切实实打脸美国了 以上是第一军情为您报道的 感谢收看